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其實香港整體電力供應 電力公司的電力供應相對非常穩定 相對其他地方 但港島區較早 星期三凌晨的時候 出現大範圍 在港島區有個停電的情況 究竟情況是否可不可見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就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的代表 盧偉潮先生和我們已經 早安 盧先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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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先生 其實我們在說 香港整體電力供應 一向都很穩定 今次港島區停電的情況 其實你自己看看 是否都很罕見 情況是怎樣 其實這個情況都很罕見 因為跟香港電燈自己的年報 這幾年來做到的穩定性或可靠性 是去到99.9999 我叫6.9 即是每戶 每戶來計一年的平均停電 時間是少於一分鐘 即是平均都拉勻了 所以今次這麼大範圍 有一些融會去到成 差不多五十分鐘的停電 就是極之罕有的 對上一次廣島區有這麼大規模的停電 是多少年前可以說 我暫時沒有找到真正的時間 但我自己住在廣島區 而我當然一向都有留意電力這件事 我印象之中起碼是二十多年 港島區居民都很少出現這些情況 基本都好像二十多年都沒有試過 香港的電力穩定 其實在國際城市當中 我們是否基建做得好 所以過去一直都可以維持到這麼穩定 你的優勢在哪裏 沒錯 如果你跟其他的電力網路比較 香港的可靠度是非常之高 尤其是港燈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港燈已經很少很少電纜 用架空電纜 應該只剩下一條線路 用架空電纜 其他所有的電纜 都已經是埋在地底 一埋在地底 受外界的影響就少 尤其是打風 因為打風 而令到停電 或者雷雨令到停電 有機會就少很多很多 因為大部分的電纜 已經在地底 這是其中一個 為何港燈區可以做到這樣的可靠石 但是今次停電 半夜發生 可以說 有甚麼誘發這件事 作為電力專家去了解 又或者調查方向應該是怎樣 是 它現在最新出來的那個說法 就是說它們在維修那個電電網絡的時候 應該有一些部件 或者一些原件發生問題 引致這樣的情況 首先它應該說了不是發電機組的問題 如果不是發電機組的就是那個網絡 就是由發電機組把電輸送去 再可不可以用中間那個很大型的網絡裡面 就是在它維修的網絡那個網絡上面 會有一些比較上主要的原件 是出現一些問題 如果是比較上簡單 比較上不是那麼主要的原件出來問題的話 不會引致這麼大的範圍的 那麼主要原件出現問題就會這樣 但是它就提到是維修 應該是在維修那個主義原件的故事 那原意主義原件出現問題 這樣就 那個調查方向或者是那個應該要有些什麼做呢 就是應該它們根本是已經有的 就是我們叫做wix assessment 就是風險評估 要是我們在電力網絡那裡 如果我們當維修一些主要的原件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做那個風險評估 就是說估計它在維修的時候 A的不好的情況出現有多大 B的不好的情況出現有多大 如果風險評估是比較上高的話 它應該要做一些減低風險評估的措施 才可以做那樣東西 所以它應該是有做的 但是可能是做得不夠好 那這裡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叫做那個contentency plan 就是那個應急方案 那也是在維修這些主要零件那時候 應該也都有一個應急方案 就是說如果真的發生某些情況之下 那它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將它那個影響減到最低 或者甚至避免有什麼 將那樣東西再擴大 那一個應急方案 你自己看會不會涉及一些機件 老化的問題呢 是有一個問題 我指由這個機會 就比較少一些的 因為有香港的 六件事公司有的那個 管制計劃 管制的 這些下 在電網的所有的 那些疫情 每天很回報 是保證的回報 那是好的保證回報的利潤 所以他不會省錢 因為他等到錢他一定會有這個回顧 反而回頭 政府會監管著 不給他立鏈 總之是加一些錢 所以做得少一些 反而另一件事想提一提 除了剛才說的那個應急方案和通訊平均之外 這次他講到在維修的時候出現問題 那會不會是那些維修人員在維修這一類設備的時候 那個訓練不是很足夠呢 那一定是有訓練的 一定有訓練的 但是經過這樣說是不是他維修那個訓練不是很足夠呢 那他要加強那個訓練那個程序 或者有人不是熟悉態那個程序 於是在做這個程序的時候出現問題 這另一方面可能需要加強的 你自己估計短期內發生同類的問題的機會又是怎樣呢 正如剛才說他的訓練是非常好的 現在已經有這麼大範圍的停電 當然他會就此這件事他會再檢討 所以我覺得再發生的機會應該是少的 因為同時他發生的那個時間 也不是說那個用電很高峰期 那是煩惱的時間 不是因為用電高峰期他處理不了這件事 如果是用電高峰他處理不了 那他下一次再用電高峰的時候 他又可能同時雖然處理不了 但是他不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我估計發生的機會應該是少的 那如果用中電在天水圍 就是電纜火灼事件去對比這次停電呢 兩者有沒有一些可以對比的地方呢 有對比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對比有些類似的話 其實兩個都是比較上廣見的事情 中電雖然那個穩定程度 或者我可以教授是比一個廣燈差一點點 但是差別就很少而已 所以中電又說他一向那個供電穩定度都是高的 所以發生上一次去年6月那次 其實那個都是小的機會 有兩個都是小的機會 那當然上一次又是火警 火警疫情是 後來明天的報告就說 其實不是電力網絡本身有問題的 是外面有些東西燒著了 引致那條電下面的電纜真的燒著了 接著那個電纜再引致附近的電纜 一起燒光了 然後整條條都燒光了 那個主要是外來的火警 外來的意思就是在電纜以外 當然那個外來的東西都仍然是他中電一些的東西 但不是他主要電網那些東西 而這次就不是一個外來的 其實我暫時沒有說到是因為外來的火警 應該是他自己 無論是人為在那個維修的時候 情緒出現問題 或者那個原本本身出現的問題也好 那就是不是一個火警 造成這個就是一個不同的地方 你自己看這次的事件 但是也好 是 你自己看這次事件也有待調查 未來其實有些什麼地方可以再跟進 那根據那個那個條例 那其實公司應該是要在四個星期 又要交一個詳細報告給基調工程序 那基調工程序也都當然不會說在 他就這樣交完報告就算的 那就是根據以往 他都是基調工程序要看回他的報告 解釋的是不合理 那當然他的報告也都會有一些的 怎麼樣改善 避免這次那個事件再發生一些的措施 怎麼樣做法 這樣基調工程序也都當然是 會看他所提議那些的措施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到的情況 和他這次那個發生以外的那個原因 那他真的會不會說 政府昨天就說要四個星期內交報告 其實這一類的報告是不是都衰時的呢 一般人就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要檢查些什麼 才能夠完成到那個報告 去將整件事可以呈現出來呢 我們可能在線路上面有些問題 劉沙夫可以再說多次 現在收不收到 現在收不收到 剛才不是收到 剛才不是收到 現在好一點 現在再說多次 就是條例規定了四個星期 但是實際上每一次是需要多少時間呢 就是都看那件事件的 如果一些比較容易找到的話呢 比如外來的一些物件 或者是一些火災 這些是容易找到一些的 可能會可以快一些 但是如果有幾時一些是 不是那麼隱性一些的原因 就可能會長一些 這個真的可能會每次不同 但是當它政府死條條例 但是那個時候它要顧及到各種可能性 所以它就將時間等得比較久 但是應該就是初步 其實電力公司可能初步 也都可能會有一些報告 幾個經驗公司都未定的 它未必是會等到四個星期的 看看它自己調查的進度是怎樣 嗯 那這方面呢 有代哥的調查結果啦 今天我們先跟盧先生談到這裡 謝謝盧先生 謝謝你的分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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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